韓國瑜現在當然對郭董 這個表示什麼 放低的姿態 放軟 一定要趕快想辦法跟他見面 國民黨中央 其實在第一時間也有發布聲明 就是說既然這樣子 你沒有要選 那就沒有我們黨紀處分的 這個問題了 好 我們就是接下來 好好的努力 力拼 團結 藍營絕對不能夠分裂 好 但是現在我們就要問 你覺得郭董 他現在真的是為了國民黨 為了藍營 為了不要分裂 為了所謂的大局著想 還是為了現實考量呢 其實這個週刊的報導 還真的是內藏選擇 對 今天很多個週刊 好像都有曝露出一些內幕 說916昨天 郭董沒有公開行程 但郭董很忙 忙什麼 你看昨天的時候 中午的時候週刊報導說 柯文哲上午10點 接到郭台銘的通知 說希望能夠見上一面 所以柯文哲還特地的 不搭公路車 換車 秘密的來跟郭台銘會面 會面了近一個小時 而且柯文哲還說 你還是選 我還幫你想要口號 叫做台灣重開機 據說郭台銘還是問了柯文哲 你要不要當我的副手 據說是沒有談攏 所以柯文哲好像也了解 好像郭台銘的心意 是有點鬆動了 到了晚上也是媒體報導 說郝龍斌其實跟郭台銘 一共見了很多次面 8月2號到9月16號 見了6次面 昨天晚上是在媒體人趙少康 這也是郭台銘口中的 人生導師 政治導師的家中 三個人會面了 本來就是傳說 他要當競選總幹事 對 然後他不是錄了一個影片 說沒有 但是他是我的政治導師 人生導師 加上郝龍斌 結果三個人聊了兩個小時 聽說郝龍斌還搬出了 自己的父親郝伯春 就是說我們共同就是要來反讀 所以說希望你郭台銘 還是為了中華民國好 所以可不可以來宣布 不要來選 我們先來問一下淑慧 因為郝伯穿梭說了有6次 而且昨天晚上有這樣啃談 週刊報導說是一個關鍵 所以他關鍵人物嗎 我今天早上也有特別去 跟郝伯請教這整個過程 其中有幾點我要澄清的 現在外界媒體有很多小劇本 其實都不完全正確 而且這些小劇本 其實裡面有對 很多對郭台銘董事長 可能不盡公平 不盡公平 其中就第一個 他決定不參選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絕對沒有什麼勸退或勸進 就像他永齡基金會的劉用彤 今天早上接受訪問也說 沒有人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包括說郝龍斌副主席 他們是朋友 他們是朋友 在這個6次過程裡面 郭台銘董事長 他對於初選的過程他有委屈 到最後他有天人交戰 他到底要怎麼做 才是對中華民國最好的 所以他有天人交戰 他會需要有一個朋友講 可是這個朋友 絕對不是每次看到他都是 你不要選… 那樣就不叫朋友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郝龍斌副主席沒有所謂的勸退 郭台銘也不是 因為被誰勸進或勸退 一開始大家都已經一直在 他們一直當事人都一直澄清 郭台銘會願意參加 會出來跳出來參加初選 他有幾個原因 他自己也說過 然後我們私底下也都聽過 第一個當然就是因為 他對於兩岸關係的憂慮 再來就是他對於民進黨的執政下 台灣越來越走向台獨的這一條路 他感到非常的憂慮 再來就是發生了中美貿易戰 所以他認為說 台灣到底要處在什麼角色 這一件事情他認為說 他可以來為台灣做一些事 所以他出來參選 可是外界就有一些黨內人士 就非得要去指責說 是誰把郭台銘勸出來 就要把郭台銘給帶走 不是這樣子的 以郭董這樣子 這麼成功的企業家 台灣首富 甚至在全世界都有投資 請問一下 他怎麼會因為單一一個個人 然後來改變他整個人生的生涯 來規劃 甚至辭掉鴻海的董事長 這一個職務 然後來投入政治 所以今天我要再次的去強調 他沒有接受誰的勸進 也沒有接受誰的勸退 大家如果了解郭台銘董事長 就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的 而且就你了解 有沒有這場會面 昨天晚上這場會面 六四會面當然是有的 我剛剛已經說了 六四會面中間有扮演朋友的角色 也有扮演給他一些意見 當郭台銘董事長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如果有想法的時候 好龍兵副主席是以朋友的角色 有給他很多想法 是沒有錯 也沒有什麼好伯春院長的 這個勸他的話什麼 沒有 這只是說過去好伯春院長 跟郭台銘董事長 其實是望年之交 因為他們兩位在捍衛中華民友 跟反對台獨的這件事的立場 是一致的 可是在昨天的會面裡面 其實沒有這一段 昨天的會面 其實前面好龍兵副主席的行程 是參加聽奧10週年的晚夜 後來他提前走了 就是去付郭台銘董事長的約 那也像好龍兵 是在趙昊康家嗎 對 昨天晚上是在趙先生的家裡 也像今天好副主席也有說 其實大概在禮拜天的時候 郭董事長已經有一個 初步的決定了 只是說他還沒有對外宣布 他昨天晚上找了好父跟趙昊康 的理由是很單純的 就是我有決定了 我想先讓我的朋友知道 所以昨天並不是說 這兩會在昨天把他勸退成功 不是 而是顛倒過來 是郭董事長他已經有所決定 所以是週日的時候 就已經大概心有定間不選了 對 其實今天早上 劉宥彤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點到 他說中秋節前 郭董事長就跟他們同仁說 大家好好地輕鬆去度個假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 其實郭董事長心裡面是 已經有一些 他的考量跟他的副案了 至於說柯文哲好了 更沒有什麼 他還要找柯文哲去配 柯文哲不要 所以郭董事長最後不選 沒有 其實昨天應該只是 郭董事長告知柯文哲而已 因為他畢竟覺得說 我們之前大家是有談過的 也有討論過說 是不是有合作的可能 我現在已經有了決定 我提前告訴你 所以沒有什麼 他找了柯文哲 然後談說要不要合作什麼的 今天大家看到柯文哲的反應 也是一樣 他也是相當的覺得說 他也很shock不是嗎 他很shock 對 他覺得說他自己 完全什麼都來不及了 不過我覺得今天是這樣 對國民黨來說 郭董事長他決定不選 對國民黨說是止住分裂 是止住分裂 可是止住分裂不代表國民黨 就會勝選 接下來要如何讓更多 支持的力量加入 真的就是我們候選人 韓國瑜要去努力的 當然我們也會跟他一起去努力 可是剛剛有字哥說 現在是黃金旗要打鐵趁熱 其實我不是這麼想 我其實覺得現在叫冷卻期 應該要讓大家都先 好好的想一想 包括韓市長在內 他今天雖然已經表態了 但是問題是 他要跟郭董事長如果會面 要談些什麼 希望說有哪些政策 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是不是也同樣要給韓市長時間 去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急 可以 就直接談 0到6歲國家一樣 我覺得 對 當然如果可以談這個 郭董最在意的政見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我覺得很多事情 不一定要在檯面上 大張旗鼓的去做 很多整合的工作 或者是和好的工作 或者是修補的工作 其實本來大家在檯面下 都在幫忙 而且都在持續 好啦 當然 這個淑慧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也有聽到 這個幕僚的確是這樣說的 幕僚怎麼講 幕僚就說 是啦 其實 郭董也不是說 你想叫他怎麼樣 他就會怎麼樣的人 9月15號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在思考一番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 昨天這個幕僚也是蔡慶瑜 這位發言人不是在脫口而出嗎 就說今天9月17號的早上 你們應該就會知道了 不曉得那個時候 意思是不是說 其實他本來是今天早上 才有宣布這件事 但是其實按道理來講 應該已經多少 已經有一些答案了 因為關鍵是 柯文哲他不是都在講了嗎 我不是昨天跟他說No的 我其實是早在之前 就已經跟他說我不選了 至少柯文哲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所以換句話說 好 今天我們就要來抽絲剝繭 找答案了 第一 是不是被誰給勸退的呢 當然有人就點名了 可能是豪龍斌 可能是邵邵康 但是柯文哲他是什麼 他其實是郭董一直心裡 排第一的副手人選 最佳的副手人選 可是偏偏這個最佳的副手人選 早早之前就已經說No了 所以後來不是才又再去 想辦法去找其他的人嗎 可是被點名點到的都說 要不對政治沒興趣 要不就是說 都見光死了 是 所以就都不選了 這裡面還包括侯友宜的哥哥 對 大家應該有印象 但是我們就要講 郭董其實他是一個 所謂非常務實的人 可以這樣講 他是看大數據的好嗎 大家還記得 在初選的時候 他一直覺得 那個民調很重要 沒有按照他心中想要的 那個民調的話 那個就是不公平的一場初選 現在如果要按照他做的民調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真的見真章呢 偏偏這個答案一出來之後 他發現這個民調 我怎麼還是沒有贏面 我現在要出來選的話 可能根本還是沒辦法贏 所以初選輸一次 大選如果再輸一次難看了吧 我們就來看看 他所謂的這個內部民調 是不是就是真正的關鍵因素 對 他一直在講說 他希望有沒有把手機 納入到民調裡面 所以手機試劃各半的民調 2500份 而且委託藍營學者做的 結果看到 Sakadu的狀況下 他自己做出來他是第二名 但是蔡英文還是第一名 然後另外來看到就是說 假設不算在韓國瑜的話 他跟蔡萊對決 49比32也沒有贏面 所以他這樣 還差了十幾% 對 數據算一算 他出來選 結果可能不會贏 但是有可能會被背上 藍營分裂 可能這樣子的原罪 所以他掐指一算之後 或許就是他可能 決定不選的理由之一 所以聽別人說的不算 但是看民調 尤其是他認為 應該是比較公平的民調 那恐怕才是真正影響 他決定的關鍵因素 紫哲 沒有錯 其實就是說 郭董這個震撼性的決定 他一定有他很多的考量 但是如果你從客觀的環境去分析 我覺得他大概有四點 可能是他最後退選的因素 當然扣除假設說 如果他有受其他人 比如說人生導師 還是其他好朋友影響 不過他自己都說了 他的棄權聲明是很堅決的說 他的決定不是 因為任何人的勸說或影響 我想郭台銘他是這個什麼 人家說不是他跟獅子一樣嗎 他是很有主見 很主觀的 我想最後那個決定 決定是他一定是他自己下的 不過我覺得客觀環境 就剛剛討論這個 我覺得歸納四點 第一個合不了 第二個換不了 第三個留不了 第四個贏不了 第一個合不了 就是指說 你看就是說郭柯王這三個 就這一陣子吵好久 他們到底要怎麼樣組合 誰搭誰 怎麼合作 甚至還有人信誓旦旦說 幾月幾號會宣布 誰當競選辦公室的主任 誰當總幹事 都講出來了對不對 可是最後你會發現 如果說坦白講 如果說他譬如說郭台銘 跟王院長搭 那個民調上看起來 是沒有起色的 譬如說他跟柯文哲搭 柯文哲坦白講 他的風言風語 大家也見識到了 未來他所做的一切 難道郭董都要概括承受嗎 這樣搭會加分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後來 連柯文自己都說 他自己不願意搭副總統 他也想選總統 包含王敬明自己說 他想要選正的 所以說這三方的合作 你會發現一直都充滿著 波折跟困難 所以我說第一個合不了 第三 第二個換不了 就是說當然外界 有一些人期待什麼 要換魚 即便是韓國瑜通過 國民黨的初選機制 通過了成為正式被提名人了 再三的確認 都還有一些換魚的聲音出來 可是你會發現 即便到上週對不對 包含31位大佬在登報 共同的連署聲明 對啊 都挺 所以說韓國瑜的正當性 是存在的 而且他兼顧的支持者 是存在的 包含9月8號 35萬大造勢在新北 是看得到的 所以這個什麼 大家知道這一定換不了了 所以換魚這一條路 不用想了 第三個 留不了 留不了 我想說 譬如說像前兩天 馬英九前總統跟韓國瑜抱抱 因為這一陣子 可能有一些誤會 小插曲 大家覺得說 這個馬英九是不是不挺韓國瑜 怎麼樣 中間是不是有嫌隙 有紛爭 不挺等等 馬的動作非常關鍵 因為大家也知道 馬總統跟郭台銘 也有一定的私交 這不可否認的 可是我想郭台銘假設要選 他心裡當然是希望說 馬前總統可以力挺他 支持他 可是當馬總統 不管是在燈報的聲明裡面簽名 或者是他跟韓國瑜抱抱 一抱敏 沒有恩仇 一抱敏誤會 我想這個他心裡有數了 我想這個留不了了 所以所謂的留不了是 留住馬英九留不了 還是說留在國民黨留不了 我只留住馬英九 就是說這個什麼 具有很大的政治意涵 所以說如果他失去了 馬前總統最大的支持 我想這個對他選情未必好 第四個就是說 剛剛特別分析到贏不了 就是說你在從他想要 可能想要參選的這一段時間以來 不管任何民調上來看 幾乎他很難 包含他自己都提出 那所謂的調和式民調 對 調和式民調 當然也被很多人質疑說 他有一些問題所在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看起來他沒有辦法 在沙咖裡面拿到第一名 就算對決也贏不了 搞不好他成為最大的罪人 他讓蔡英文上了 又沒正當性 一定要出來怎麼選 對 沒有錯 所以就是說贏不了這件事情 對他恐怕也是 很關鍵性的影響 我坦白講政治是現實的 假設現在民調一搬出來 他就是第一名 我想誰也擋不住他 所以說我剛剛講的這四個因素 也許是他最後關鍵的考量 不過當然在這裡我要講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對 郭董事長有很大的什麼批判 我一直說 就好像韓國瑜講的 多一個 沒有 我會說我一直維持在一貫的立場 但有人說文傳會 現在角色有點尷尬 脫黨的時候 這鏗鏘有力的批評 他現在怎麼辦 當時文傳會 你這個聲明稿的時候 我正在上友台的節目 我不曉得這個聲明 但是我要這樣 就要韓國瑜說的 多一個朋友 多一條路子 你就多一個機會 我個人認為 尊郭有他的必要性 不管你從郭台銘 他的政治實力也好 或說他對國民黨的影響也好 他在泛男群眾裡面的 支持度也好等等 我覺得維持一定的友善關係 大家都知道藍綠對決的狀況下 坦白講 韓國瑜 韓市長還是很辛苦的 你就是多 指德兄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對不起 我請教一下 因為你是國民黨的 我聽到那個黨證不會還給他 黨證 他說他上禮拜退黨 可不可以把那個再還給他 他退黨了 你還他什麼 最大的彈性 還給我們還是黨證在他身上 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他退黨可不可以就 我就還給他 因為上禮拜是在氣憤之下 我知道 我跟你報告 其實剛才我來的路上 也有記者問我 就後續怎麼處理 我覺得 我剛好同意 剛剛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讓大家都很舒服 覺得不要太急促 然後大家都感覺到 尊重的狀況下去促成這件事情 好